陳豪 陳豪這天出席新劇宣傳活動 難得開今後獻唱 不知道平常陳豪會不會唱歌給老婆和寶寶聽呢 我唱給那個發傻又是給他們聽比較多還有洗手間了 而且還有缺所以唱給老婆哎呀不要了 我其實有我大兒子還有那個以樓到現在的這個小小baby呢都需要 因為你唱歌給他們聽我希望他們可以有這個很好的這個音樂感 那就是我這個小公主啊聽到唱歌也要他就笑了 所以我一定要唱唱給他吧 之前他被拍到一家五口出巡 原來是帶三個小寶貝去做身體檢查啊 沒辦法就是我們要看醫生嘛 而且就是要帶他們去例行檢查 而且還有打打精就是問那個醫生的意見 其實我們有很多事情都要從這個醫生方面 從他們拿多一點這個教育的方法 還有怎麼去好好的照顧好自己的小朋友 陳豪的次子當天看到鏡頭便瘋狂揮手 對鏡頭好敏感喔 也不是呢只是我兩個小朋友 而且那個前陣子呢我的大兒子 他老遠都看到那個高仔隊已經已經已經跟他們飛手了 現在就到老二 所以呢我覺得他們也對那個鏡頭的敏感度也蠻強 不過有兩個傭人牽著手的大兒子蹦蹦跳跳 陳豪看到就轉身一手拉住大兒子 大兒子立即乖乖聽話了 有一點點呢但是我跟你說也是經常的 小朋友兩歲他們就是要去跳去玩去找去通 那是經常的我覺得對我來說那是活步 其實我也真的覺得自己非常幸運 自己的兒子那個急速真的是不錯 不太頑皮而且也蠻好的蠻聽話 所以真的謝謝謝謝 其實三個寶貝都很聽話 兩個哥哥跟小公主相處的挺融洽的 還搶著跟妹妹一起玩呢 就是每一個對小朋友對這個小公主呢 也非常喜歡一起希望跟他玩嘛 所以呢這個一大腳好像幾天的腳上 大兒子差不多就跳到那個小寶貝的牆上 哎呦嚇了我哎呦我馬上把他抱下來 因為小寶貝還在睡覺 而且你不要不要弄像他了他還小